大家好,我是Erik 今天是5月8号,我们继续来聊股票 首先声明,我只是小散户,坚持自己的意见 不做任何投资建议 先来看一周走势 本周由于劳动结原因,只有三个交易日 周三,指数低开后迅速拉回 经过震荡,于中午时分翻红 午后一路上行,收涨0.63% 实现5月开门红 北上资金净流入33亿 周四,上阵低开后 基本在2880和2865点之间震荡 尾市收跌0.23%,北上资金净流出14亿 周五,大盘跳空高开 高位震荡后就冲击2900点 之后虽然有所回落,但基本维持高位状态 上阵收在2895点 北上资金净流入65亿 上阵周涨幅1.23%,市场全面回暖 实现了5月开门红 我一直说,科技和金融才是行情的主线 本周科技股卷土重来,涨得非常好 带动了市场人气 周三盘后,出了两个相关的消息 第一,央行上海总部消息 发布关于做好企业复工复产的若干意见 鼓励金融机构加大对集成电路、生物医疗、人工智能等重点领域信贷支持 鼓励通过企业债券融资,坚持房住不炒的定位 这摆明了是坚定发展高科技 央行通过引导金融机构的资金头像 从而提升国内科技竞争力 利好A股的科技上市公司 而且又一次提到不炒房子 防止资金变相流入房地产 金融定向支持科技公司的方向非常明确 第二,工信部宣布要建设国家医疗器械创新中心和集成电路创新中心 这和第一条消息是相呼应的 医疗器械集成电路的国家队来了 集中力量办大事 这是我们中国的优势 说明上面很迫切要在这两个领域实现技术的突破 从市场上来说 去年下半年那波行情 科技股就是主线 去年到现在 整个大行情的趋势没有变 说白了 大行情还没有到顶 一个大行情中的主线不会轻易变化 我依然看好科技股 当然科技股的范围太大 有的整体涨幅太高 也是要当心的 所以要关注最近是否有新的龙头出现 还有那些涨幅并不高的科技股 也是可以关注的 周四盘后 央行宣布取消QFRI额度限制 同时放松了投资收益汇出的限制 中国的金融开放又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以后外资不仅进来不受限制 出去也很方便 我认为这是典型的外资别走 这次金融危机 各国股市商品市场大跌 加上特朗普一直在叫供应链从中国撤回美国 确实有部分外资因为不同的原因 有异象撤出中国 在这个时刻 我们金融进一步开放 而且放松了投资收益汇出的限制 很明显上面是要吸引外资 抢夺全球资金 上面现在需要用股市为国内企业融资 外资是非常重要的一块 那么吸引外资需要哪些条件呢 第一进出没有限制 或者限制少 这个本周央行已经宣布了 门已经打开 老外顾虑的不是门 而是看门的人随时可以关门 或者再设个门 所以只是这一点是不够的 第二估值低 欧美市场已经走牛了十年 尤其是美国股市 几乎在没有大跌的情况下走了十年 而这次金融危机的大跌 让国外机构对欧美股市都比较顾忌 显然一波跌完的可能性比较低 就算今后下跌周期完成 要再恢复到上升周期 也是需要相当时间的震荡 毕竟这次是对十年牛市的修复 而A股在15年大跌后 走了四年的熊市 跌到18年 当时市场已经跌得面目全非 19年到现在 也只能说是恢复阶段 估值相对于欧美股市 还是比较低的 第三 要想吸引外资 必须要给甜头 必须要让早进来的资金有利润 这样才能吸引更多的外资进来 不得不说 这个位置放开外资 有送钱的嫌疑 今年2月和3月的两次打压 上面把指数调控的非常好 既没有破位 又清洗了获利盘 使盘子越走越稳 现在全面开放外资 确实有明显的给甜头的味道 而且这个甜头 应该在不久之后就能够吃到 但外资是把双刃剑 很多人说 到时外资会逃顶割中国的韭菜 我觉得不是所有的外资 都能够入到羊毛 这边的规则和裁判 都是上面定的 一定会有一些外资 被套在A股 到时候就知道 这边的水有多深 不管怎么样 现在是给甜头的阶段 就看能有多少外资能够进来 我还是要提醒一下 不要去碰GX股 上司公司年报收官阶段 各种爆雷的情形涌现出来 一般来说 这种GX股喜欢拖到最后出场 4月30号就有超过30家发布年报 拉响了退市警报 此外更有2015年牛市的新股股王 暴风集团 连年报都没有办法按时发出 因为找不到人来做财报 如果财报始终发不出来 下场可能就是退市 如今上面的态度已经越来越清晰 要让更多的GX股 垃圾股退市 当年猛炒ST的行情 很难再发生 绝大部分GX股 垃圾股将反复下跌 一般的散户很难把握其中短线反抽机会 从这个角度来看 A股比以前难做多了 以前很少有的退市 而现在上面加大打击力度 而且注册制推出 都会使退市股越来越多 所以我再次呼吁 不要碰GX股垃圾股 现在乃至未来的股市 我们需要有更多的耐心去阅读上市公司公告 了解公司的过去 现在和未来的发展规划 资本运作方向 更了解个股的基本面 才能够减少触雷风险 现在来看看我的股票 我还是没有进行任何操作 周三这股票低开后 低位来回震荡 五后随大盘震荡上行 收涨1.46% 周四开盘即回落 一波反弹后开始震荡上行 收跌1.79% 周五开盘后急速上涨 在涨到50% 有过一波调整 之后拉回高位震荡 维持收涨4% 周涨幅3.63% 这股上周搜出了长沙影线 按照它的股性 有波段止跌的味道 本周确实也突破了30天线 走出了短期上涨的走势 我觉得要回到20块左右 才能说是脱离危险 这股一年以来 一直是在做相继调整 这次挑战30月线 总算守住 接下来 如果能够恢复性的涨到20块 并且能够稳在这个附近 将是比较好的走法 这股跟券商 我看好券商在今年有爆发性的机会 所以我会尽量守住 本周外围市场相对缓和 美元油已经涨过了20美金 我一直说 2003年以后 美元油没有长期低于40美金过 这次跌到负数 也是算了开了眼界 但毕竟那是投机的结果 是不正常的 原油一步跌到位的可能很大 就看什么时候能够回到40块 对于整个商品市场筑底 是有好处的 而美股倒指在24000点盘了几周 月线上看很清楚 25000到26000有非常大的压力 哪怕纯技术角度 倒指也会有一次二次夹盘 现在就看什么时候发生 这是需要注意的 而A股本周营造出开门红的良好氛围 上周我说过 两会前为了维稳 历次股值涨多跌少 而本周的上涨是由科技股和成长股带领的 并不是所谓机构团股拉伸指数 市场是比较转暖的 我觉得这是比较健康的走势 目前还没有到正式突破的时候 下周我觉得可能会有一次短期的冲高回落 但我们的A股是在越走越好 合理震荡也是为今后的突破打基础 所以要对接下来的每股二次下跌 做好充分的心理准备 我相信接下来的两三个月 A股的震荡会被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 而市场的结构会被调整的越来越合理 震荡结束后 我们会迎来指数的突破 谢谢